哈喽,欢迎准时来到Auntie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今天呢,我们准时跟大家6点钟见面啦 Auntie秀呢,现在呢,要快速的先把我们的金瓜炒起来 然后呢,我们今天金瓜呢,在我们的直播前呢 已经为大家示范很多次啦 所以呢,Auntie秀呢,今天说要帮我们减略省一些时间 所以呢,她刚才就先提前下去炒 哈喽,韩晓春,看到你了 韩晓春是第一个进来的朋友 然后呢,我现在呢,要帮Auntie秀拿那个电话一下 妈咪,你的电话在哪里? 妈咪,在电那边 在电那边哈? 他电那边哈,等我去拿 等一下啊 韩晓春,韩晓春的那个植额是跟那个二姐在一起的 韩晓春的植额是跟二姐的植额在一起啊? 对啊,对啊,对啊 诶,上次来烘卸住的 上次来烘卸住的 上次来烘卸住的 少一个 韩晓春的植额 韩晓春的植额是跟二姐的植额在一起的 嗯 哈喽,韩晓春 谢谢你每天准时呢 六点抽所住Auntie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然后呢 Auntie秀人走掉去帮我拿他的电话一下 我要帮他tag我们的网友们陆续进来哦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 煮了我们的金瓜 我妈咪的拿手好菜也是妈咪最喜欢吃的 金瓜 青草金瓜很简单哦 Auntie秀呢 就是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姜鱼籽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金瓜下去清炒 然后Auntie秀呢 通常呢 会清炒大概一个小时后 诶,一分钟后呢 他就会加入我们的盐跟味噌 调味过后呢 没有味噌 盐而已 没有味噌哦 盐而已哦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下去盖锅 让他们煮到全熟 就大功告成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需要去看Auntie秀的 Auntie秀的粉丝哦 去tag他一下 记得呢 进来的朋友啊 记得帮我们like跟share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有更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煮Auntie 今天教大家煮我们的 Aya Mera 妈咪 Aya Mera 有人吃不辣的嘛 还是一定要吃辣的 那米辣 本来是红色的 红色的啊 这样辣 是辣的嘛 哈啰 Annie 看到你了 看到Annie刚刚进来哦 Annie 看到Annie 里面 然后呢 我现在呢 要帮Auntie秀呢 share去他的Facebook先 不然的话呢 等下我们的粉丝们呢 就没有看到啦 然后我现在呢 刚刚帮Auntie秀呢 share去他的Facebook page 哈啰 Annie 今天妈咪呢 要在我们的现场直播呢 煮我们的Aya Mera 第一次呢Auntie秀呢 在我们的直播前呢 煮这道菜色哦 妈咪 做么我记得印象中 你好像没有煮过Aya Mera给我吃耶 有咧 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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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咯 尝尝呢 尝尝呢 在我们的直播前呢 学更多美味小菜呢 煮给我们的 我们的网友们看 妈咪 我觉得这个没有电 我觉得阿贵不骂我咧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做么我感觉到 我的这个 adapter没有电的 还是你们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 应该是没有 等一下啊 我猜一下 喂 阿咪 这个 插到这样开心 然后结果没有电 哈哈哈哈 我刚才呢 我拿了那个 拿了那个 啊 收音 那个收音的 里面没有电 哈啰Jes 你今天这样厉害 找到我们的link了 哈啰先生 LeonAuntie 看到你了 今天妈咪说呢 要煮我们一道 煮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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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a 妈咪Aya Mera 这么不叫红鸡的 这么叫酸甜鸡啊 可能就放 阿桑又放糖喔 放阿桑又放糖 放糖 所以呢它就变成叫酸甜鸡啊 你们有谁喜欢吃酸甜鸡的朋友 Aya Mera的朋友 在下面给我们 一一一一一一喔 所以呢我们知道 你喜欢吃Aya Mera 所以呢 等下Auntie Sue呢 就现场给我们做示范 怎样在家煮香喷喷的 Aya Mera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ue呢 快速的把我们的金瓜煮到全熟过后 我们就要开始煮我们的什么 煮啊 炸鸡 炸鸡哈 妈咪要炸鸡先 妈咪 Aya Mera不是直接拿下去烤的没 什么炸鸡咧 没有啊 鸡的皮给它炸一下 哦要先给它过油炸一下香香 这样才放下去哈 妈咪讲吼 我们的Aya Mera是有节制有步骤的 要记得要炸鸡一下 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Auntie Sue呢 为我们现场要示范我们的Aya Mera 我以往呢我在外面就吃过Aya Mera 可是妈妈煮的呢 我是第一次吃 所以呢我觉得现场全的朋友啊 我没有 凉妈妈开心厨房 哈喽 他写 看看看 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吗 妈咪听到Uncle吹东西的声音 哈哈哈哈 刚才Uncle吼 在用他的那个锤子是吗 在吹我们的香料 所以呢Uncle的那个锤子的声音 就盖过我的声音了 看到吗Uncle的那个内功身后哦 所以呢也盖过了我的声音 是不是妈咪 妈咪 今天没有放麦了耶 哈喽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吗 突然间我们的那个电脑哦 网络呢有一点 有点不不不稳定 我现在要找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 接线去哪里 应该是有人关掉了 所以我的网络不稳定 哈喽妈咪 我们的网友应该现在听到我的声音 我现在呢 要去看一下吼 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网线的问题 大家呢 先跟Auntie秀一起煮饭先 你煮饭吗? 然后我现在呢 需要去检查一下 我的这个网络的那个稳定度 不然的话呢 等一下你们看一下 就卡一下 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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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李丽霞 看到你在我们的线上啦 你看到我们的Annie丹在线上 哈喽 大嫂 看到你了 Annie丹写哦 Aya Masa Merah 是 Malay dish 的 他讲 Very nice 咧 妈咪 Annie丹给我们讲哦 Aya Merah Besan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 他们特别是爱辣椒 我们呢 喜欢吃辣 你知道吗 我昨天妈咪煮饭的时候 我们就讲 这么少了辣的味道哦 所以呢 妈咪今天呢 就当场 要给我们煮我们的Aya Merah 妈咪 你现在呢 继续炸你的这个鸡哈 我现在去找一下我的那个网络的那个线在哪里 OK 我现在出去一下 你做电话哪里 你做电话哪里 他不太对了 他这样耶 我也有了 那些才不太用的 你做什么哦 你做什么 horses 一样好的 你做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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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东西 你可以做的吗 你做什么东西 吃鱼肉 有啊 有鱼肉了 放哪裡去? 有收起鱼肉的房間 OK,你放哪裡? 这个阿鸭没辣我的鸡肉 腌那个姜黄姜跟那个盐 刚才腌有一个小时多了 然后我现在把鸡肉放下去炸 放黄姜粉还有那个盐下去腌 腌了我的炸 不用炸到很熟啊 等一下要跟那个 那个辣椒酱一起煮 所以用炸到很熟 等一下要下去酸煮一下 哈喽我又回来 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还在线哦 谢谢你们的耐心 等我回来我们刚才的网线呢 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我刚才去看一下 是不是网线那边到了 所以呢有些网友跟我讲到哦 看到我们的有一点卡着卡着这样子 谢谢我们苏其利安地呢 提醒我们 Jazz呢也提醒我们刚才没有声音哦 刚才呢是我们的网络呢 不是很稳定所以呢 刚才有一点中间有一点卡带啊 对哟 妈咪呢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妈咪这个叫什么 金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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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南瓜 南瓜 南瓜 哈哈哈哈 对啦对 OK OK好了 差一点倒掉哦 妈咪很危险哦 等下倒掉的话我们就吃 甚至是吃落地瓜了妈咪 哈哈哈 倒掉就吃落地瓜是不是 然后我们现在呢 刚才呢 Auntie去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什么妈咪 再跟我们分享一次 我刚才miss掉了你的讲解 嗯 鸡肉腌那个黄姜粉 鸡肉腌黄姜粉 盐 盐 还有呢 黄姜粉跟盐 然后呢跟我们的鸡肉块呢一起腌制 看到吗 妈咪终于很难得哦 看到妈咪戴手套这样卫生 哈哈哈 然后我们的黄姜粉呢 跟我们的盐下去腌制它 然后呢 腌制要多久咧妈咪 腌了一个小时多了 我们要腌一个小时多了 我们要腌一个小时 腌制我们的黄姜粉 还有我们的盐呢 下去腌制一个小时 妈咪 梁妈妈说哦 对啊 要炸过才好吃耶 那皮会QQ 他说呢 妈咪说呢 你记得为什么要炸呢 因为炸了它才会QQ的 他讲那个皮呢 等下才会 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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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zz 这道菜我觉得你可以在家 试起来耶 我觉得这道菜的颜色很漂亮耶 然后我刚才齁 在这边旁边看哦 你看到吗 妈咪今天的网络 有点不稳定了耶 我要再去查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WiFi呢 没有 正想 所以呢 我现在 妈咪呢 陪着你们 炸着她的 Ayamera啦 然后呢 同时间呢 等下我再倒回来 妈咪就让跟妈咪跟你们聊天 OK 妈咪 妈咪你今天跟他们聊天啊 我现在要去弄 在网络 大家还忘记 在网络怎么会有问题 没有 Internet OK了 清灯了 所以呢 我们家 你知道吗 我很加速哦 我怕呢 我们的Internet不够稳定 不够稳定哦 我还特地买了那个 那个叫什么 Extended 那个叫什么 呃 扩扩扩什么气啊 嗯 那个叫 那个叫扩什么气的 帮忙收件 对对对 之后哦 我们的这个网络啊 尤其是到了厨房这个地方呢 它就没有这样稳定哦 所以有时候我拍的时候 它会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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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Sanley 哈喽大嫂 哈喽小春还在线哦 我们今天的朋友呢 还有我们Suchili auntie也在线 Suchili auntie敢写 他也是喜欢吃这道菜 他写一一一给你了 我们有看到Suchili 然后呢 Jazz讲开一直听到uncle的 那个锤东西的声音 uncle的锤子的声音 还大声过我的声音 刚才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呢 慢慢的炸我们的 Ayamera Jazz他也是很喜欢吃辣 是了妈咪 昨天 我年轻的 妈咪你年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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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比较早 我这里很熟 是吗 你确定吗 我跟人家妈咪咪 我们镜头前面要谦虚谦虚一下 以前啦 现在没有辣 现在没有辣 现在勒 为什么不可以吃辣 妈咪讲现在老了 不要吃这样多辣了 是不是 Jazz讲的 他今天他也是很喜欢吃辣 听一下我们今天呢 这个声音很好听 给大家靠近一下 我怕我的手机掉下去了 所以我放靠远点 很好听 啥啥啥啥啥的声音哦 听起来很疗愈 你听到吗 当然 不要把我的电话 放太靠近 等一下呢 我的电话呢 加入我们的油锅做伴哦 我就头痛了 等一下要去买电话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Auntie Sue呢 把我们一部分呢 炸好的这个 放在一旁呢 已经上来了 看到吗 我们的颜色炸到很漂亮哦 Auntie Sue呢 刚才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鸡肉快洗干净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黄姜 还有我们的盐 下去呢 腌制一个小时 然后再上锅油炸 我们加入我们的火 对不对 然后呢Auntie Sue 我跟我们分享呢 记得不要用大火炸 没有啦 ok不要用太小火 不要太小火 可是不要用大火炸 因为呢等下你的鸡肉 还没有熟的时候啊 没有熟啊 这个鸡肉没有熟 然后呢 你的鸡肉最重要呢 是让它的皮呢 炸一层对不对 没有熟 妈咪说呢 不是要炸到熟哦 只是炸到我们的那个鸡肉表皮呢 有一层脆脆的这样子的感觉 看到吗 所以呢 只是炸一个脆脆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Auntie Sue呢 很熟练的 帮我们下锅啦 鸡鸡鸡鸡鸡鸡 妈咪你今天很厉害 我觉得哦 你今天这个Aya Mera的颜色很美 有点像我们在外面吃的这个颜色 我发现妈咪煮饭 越来越有大厨的风范 看到吗 这个颜色有没有看了 很像很疗愈 你看我们这个炸的声音 嚓嚓嚓嚓嚓 妈咪 Suchili Auntie讲 他今天看的这个萤幕不是很清楚 奇怪哦 不知道咧 我看一下啊 可是我看了网络是有线耶 是不是我在拿你的setting弄错了 你们看到的那个萤幕OK吗 因为我在现场看到我的萤幕是OK的 所以可能呢 有因为网络的关系啊 可能呢 就会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那个数值 所以呢如果在现的朋友啊 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嘛 妈咪 Jazz问你哦 这个炸鸡要放盐粉吗 没有啊 那个黄姜跟盐啊 放什么 那个黄姜还有盐 盐好就可以了 Jazz 妈咪讲哦 只是放我们的黄姜跟盐呢 下去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任何的腌制的粉 那个辣椒酱里面要加料啊 加那些酸甜的味道啊 然后鸡肉放下去煮啊 鸡肉就有酸甜了咯 酸甜啊 等下呢我们就看Auntie秀呢 现场给我们示范哦 我们呢 现在呢 腌制的这个鸡呢 加入我们的姜粉 黄姜粉 然后加入了我们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现在做的这个动作 我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我看到Auntie秀呢 刚才下锅油炸的这个鸡肉 对不对 我们呢就很简单的 就放了我们的黄姜粉 还有我们的盐呢 跟我们的鸡肉块 腌制一个小时 腌制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锅里面 油炸 最重要呢 就炸到有薄薄的一层呢 有我们的这个脆脆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上锅了 因为Auntie秀呢 刚才特别跟我们说呢 今天这个这个 放它去腌制好的黄姜 跟那个盐的鸡呢 记得不要 等一下呢 还会在下锅里面 油炸多一次 妈咪 先生里面说 那个Internet呢 时好 诶 他讲 时好时去诶 他讲 我跳出来进去了 就好了不卡了 诶 杰讲他跳进去OK了 然后呢 先生里面讲 有时OK 有时不OK 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网线的 所以呢 你们有时看到我们的网线 有时 不好意思 今天呢 刚才网线呢 可能不是很 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 今天的那个数字 跳起来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好 可是刚才我们已经呢 把我们的这个网络的 这个夹器呢 已经全部再重新再设置好 应该后面进来的朋友 看到 会比较稳定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 罗西西也上来了 先生里面 阿姨也上来了 妈咪 妈咪想 我现在今天很忙 要煮Ayamera 妈咪想呢 她人生当中呢 也是第一次煮Ayamera 因为呢 每次我们吃Ayamera呢 都是去外面吃的 对不对 好像没有在家吃过Ayamera 妈咪讲她也算是 在我们的直播前面 每次的处女做主 我们的Ayamera 然后呢 妈咪说呢 这样Ayamera 我们的黄姜粉 对不对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盐啊 然后腌制一个小时 腌制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 这个锅油炸 记得哦 油炸的时候呢 我们呢 千万不要炸到太熟哦 我们只是呢 表皮呢 给它一点脆脆这样的感觉 等一下呢 我们吃的口感会比较好 这个是Mani跟我们讲的 然后我现在呢 给大家听一下 妈咪在炸的那个感觉哦 整个的声音听起来很疗愈 叉叉叉叉 听到吗 很美嘞 妈咪你今天这个黄姜炸起来的颜色 登登登登登登登 有没有看到啦 我们的这个 想把Auntie收一个风 我就这样煮蛋 这个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这个鸡肉炸起来的颜色很漂亮 我在旁边看了我就觉得很好吃 妈咪 Auntie跟我讲那个line不是很好耶 他时看到有时看不到没有啊 怎么办 所以呢我今天呢 不要摇 他叫我不要摇 妈咪讲不要摇 这样我 没有啦 跟网络线是一样的 妈咪 不是代表我没有摇就没有事情了 妈咪 看了对便宜的那包 是没有的 有那个那个牌子的那个颜色嘛 可以我看一下嘛 我们现在呢 Auntie收呢 现在呢 想尽办法 帮我们打这个黄姜粉的颜色哦 妈咪我发现到我的电话哦 connect不到耶 哦 妈咪看到了 妈咪我看不到是什么牌子耶 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妈咪说她看到这个颜色很美 所以呢 她就特别呢 去买了 就是这个牌子啦 当当当 要煮我们的Aya Mera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买这个牌子啦 Auntie收呢 说她这个牌子的颜色很美哦 所以呢她就买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妈咪呢 现在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 第三轮的肌肉 下去炸 一样的 刚刚亲爱的朋友 不要担心 我跟你们再分享多一次 因为呢 我们重点说三次 我们呢 刚才呢 加入了我们的黄姜粉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刚才呢 加入了我们的黄姜粉 加入了我们的盐 我们腌制了一个 然后腌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锅 下了油锅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继续下去煎它 油煎呢 油煎到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表皮呢 整个的这个表皮呢 有薄 有一个一层的 看到吗 就是呢 炸到呢 我们的这个鸡肉块呢 有一层这样子的 一点脆脆的皮 妈咪说呢 一定要记得要炸 不然的话呢 等一下哦 它就没有这么香了 然后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一个突发状况哦 就是呢 妈咪 我们家又没有煤气 那是煮鸡肉 妈咪讲哦 不懂为什么 每次我们煮鸡肉 就没有煤气 昨天就红火了 昨天就红火了 妈咪叫你也是很赶耶 哈哈哈哈 妈咪讲哦 两次煮鸡肉都没有煤气 原来哦 我们的网线其实要提醒你 其实我们家又没有煤气了 所以它还是interrupt我 哈哈哈 然后呢 先生六讲哦 我是腌生抽和一点点面粉 炒的时候呢 有放黄姜片 辣椒糊 小葱头 蒜头 大葱碎 炒香鸡肉 好了 才加这个酸干汁 就OK了 妈咪这是先生六呢 跟我们分享的它的煮法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 所以呢我们刚才呢 Auntie秀很尴尬哦 煎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来 没有煤气 咱咪呢我跟你讲 满满吃 然后我跟你讲哦 我刚才去古来哦 我不是去银行咯 然后不过我就去找朋友喝茶 然后我朋友问我 看到我妈咪的那个live吗 她就讲 啊San啊 你其实有一个妹妹 可以帮我妈咪做旁树的 我就跟她讲 嗯我的妹妹啊 有啦我的妹妹叫San Tan咯 然后她就在那边笑 她讲 她讲我做live的声音哦 跟平时讲话的声音不大一样 哈喽大嫂 大嫂也是讲 我们的那个网络线 没有那么满满 哈喽Nikki 谢谢你帮我们tag朋友哦 我们今天呢 要煮我们的Iran Mera 然后我们现场呢 有出现一点点小突起哦 就是呢 妈咪没有煤气了 我们看一下你这个 这个炸好的这个鸡 给大家看一下 枪枪枪枪 在这边看不到 枪枪 你拿上来 你拿上来 妈咪 我看一下你的这个 枪枪枪枪 我们炸好的这个呢 有没有很漂亮 跟Auntie Hiu拍一个照片下 叮叮 Auntie Hiu呢 炸的这个Iran Mera 有没有觉得很美咧 我们只是放了我们的 黄姜粉跟盐啊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的腌制了一个小时后 对不对 我们再下锅油炸哦 就炸到一个薄薄一层呢 让它的表面呢 有一点酥脆酥脆的感觉 然后呢 酥脆酥脆的感觉过后呢 我们就放在旁边备用 等一下Auntie Hiu呢 炸我们的酱料给大家看 而且呢 我跟你说 妈咪呢 非常喜欢吃我们的Auntie Hiu 每次呢 我们去那些马来当啊 我们一定买这道菜来吃的 妈咪很喜欢 妈咪有觉得 我们镜头前面的这个鸡很漂亮 是不是 很美哦 很美哦 这个 那个黄姜呢 腌制这个盐哦 简简单单 腌制一个小时后 对不对 我们就下锅油炸 它可以煮死了 妈咪讲这个黄姜 反正可以煮什么 它里面可以煮死了 可是你黄姜粉 拿来煮起来味道不会怪怪咩 它也是这样炸 它也是这样子炸啊 我们下次试一下味道 我还没听过I 没有 那个叫Udang Udang Mera了 Udang Mera 哈哈哈哈哈哈 妈咪讲我们很创意哦 妈咪 Udang Mera 那你敢吃吗 如果真的是有Udang Mera这道菜 你敢 你敢try嘛 你们想不想看Auntie秀煮Udang Mera 自创自创Udang Mera 还这样怎样吃 我不知道诶 我想问一下 我迷疯我会想止煮诶 Udang Mera是不是一样加那个黄姜粉 哦 懂 没有我懂 你黄 你的那个 绍兴酒加盐吗 对不对 不要绍兴酒啊 就黄姜加盐下去腌制啊 不懂诶 我觉得那个味道也不懂诶 可能 他是 他是谁 妈咪 梁妈妈讲吼 下次可以准备一个电板 可以吗 他讲准备一个电板 所以呢 等下没有煤气还可以用电板煮 我叫你那边那桶拿哪里煮 哪一个 那个15号啦 煮哦 我叫他拿来这边放啊 不要 叫你这边买4桶 放住不是好 不要啦 等下你没有煮煤气桶太多 煤气桶太多 哈哈哈哈 我妈咪叫我吼 去我的隔壁家搬来 因为我们这边呢 有两个煤气桶 可是我想到爸爸叫去搬的麻烦 到最后去买一个比较快 是不是 妈咪 直接讲吼 这么没有储备一桶煤气 有人咯 我叫他去那边搬一桶来 我们stand by 他都不要讲 左顶 当然是左顶啦 他买这样 拿这样多煤气桶来 怎么 你又可以像吃一片炸 没有熟 还没有熟 这个外 这个是炸那个表皮给他香 看到吗 这个是表皮 炸给他香香的 很久没有吃炸鸡了 Milky 你不要误会 这个是Iron Mera 他不是炸鸡来的 哈哈哈哈 妈咪 有人会误会 你这个是炸鸡 他讲 Auntie 我看了都饿了 很久没有吃炸鸡了 然后 Joel Joel上来讲 饿了 看了都饿了 然后 Jes给你 GoodGoodGood 妈咪 你比两个Good 给回他 两个 两个两个 妈咪今天很有手了 可以放两个 哈哈哈哈 妈咪 大嫂讲炸到很美 然后 Milky写三八虾 大嫂跟你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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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粉满美 妈咪 梁妈妈讲 这个叫印尼虾 如果放黄姜粉 叫 黄姜粉 叫印尼虾 印尼虾 印尼虾放黄姜粉啊 是印尼来的虾还是什么 不知道耶 梁妈妈 你的印尼虾 你的意思是煮呢 那个黄姜粉 加那个盐 那个盐 是叫印尼虾 对吗 哈啰 哥哥 虾有加虾米 他只要加虾米 也是可以这样子煮 我觉得梁妈妈的意思是指呢 也可以这样子煮在那个虾那边 加 虾米加虾 虾米加虾 印尼虾 印尼虾 还有一个印尼 印尼 印尼虾 印尼虾 妈咪 哥哥写哈哈 没有煤气 第二次了 第二次做live 又没有煤气了 下次真是要买电炉 先败了 妈咪 Jeff讲 腌制 干凤 鱼炸 应该也很好吃哦 黄姜粉 全部都是 那个黄姜粉 炸的鱼 其实我们下次可以try 黄姜粉 放盐 腌制那个鱼 要腌制 有啊 弹口有啊 都是那个 干凤 红鱼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泥球 泥球啊 泥球是什么 也是我拿的那种 我吃一点黑 泥球是那个total有两个虚的 那个叫泥球啊 每次我买两次 我跟你讲哦 妈咪叫我去买鱼 我就晕倒了 最好是一天买一种鱼就好 有一次叫我一天买两种鱼 你买什么金鲜鱼啊 黑鲜鱼啊 然后又买那个尼罗红 我跟你讲 还好那个鱼一个红色一个黑色 不然如果哪一天叫我去买一次购买四五种鱼 我看应该会买错 因为我觉得那个鱼大致上都是煮到差不多 都是长到差不多样子 只是颜色不一样 妈咪 梁妈妈讲对啦 然后黄姜粉的煮虾 他们叫印尼虾 就是鱼鱼去炸 你可以try哦 我们下次可以try哦 印尼的口味 黄姜粉加盐 黄姜粉加盐 然后下去炸 我觉得这个 这个里面的speed 梁妈妈你的意思是做 那个我们的黄姜粉 加入我们的盐 腌制了过后 然后拿去炸对吗 就叫印尼虾 我妈咪我觉得会蛮特别的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吃 我跟你讲 妈咪很喜欢吃姜 它有土料下去煮 Jazz 这样我们期待吼 你腌制那个甘泵鱼炸 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很好吃 就是我们的黄姜 有啊 它跟马来当很多啊 对啊 可是你要拿黄姜 去腌制你的盐嘛 是不是 对啊 诶没有 鱼放那个黄姜 跟那个盐下去腌制 马来当不是有 你去看黄黄的盐 妈咪我跟你讲 我去马来当 我不会找鱼吃的 我跟妈咪讲 你懂为什么妈咪这样了解吗 马来当有什么鱼 他每次去马来当 他一定是叫鱼吃 然后呢 去经济饭也是叫鱼吃 妈妈是鱼吃鱼打人 什么鱼他都放嘴巴 他都刚的 然后呢 我今天跟妈咪讲 这样妈妈 你的那个菜色 很多人跟你想好 可以一天煮虾 然后呢 一天煮鱼 然后我们可以示范给我们的那个网友们看哦 DIY一下 那个小时候动可能要煮纳西勒马 对哦我觉得小时候煮纳西勒马 你们想你们想看Auntie秀煮纳西勒马吗 想看Auntie秀煮纳西勒马呢 就打一个N给妈咪 打N跟L NLNL 纳西勒马 NLNL 如果呢 想看Auntie秀煮纳西勒马的朋友 帮我们打下面呢 NLNL 所以呢 Auntie秀呢 要知道我们的网友们到底喜欢呢 像他学什么 我们讲我们切磋什么的厨艺呢 然后呢 可以煮什么的饭菜啊 什么特别之处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妈咪 我觉得上次哦 你煮的那个 纳西勒马 已经是放了那个 手动下去煮嘛 煮你的辣椒酱 可能可以放别的酱料 这次的纳西勒马 可以放那个炸鸡嘛 很想念吃炸鸡嘞 炸鸡 纳西勒马 对啦 你有人吃纳西勒马 放炸鸡的不是吗 可是炸鸡 你们每次Casie叫回来 又有个次了 没有嘛 你炸的不一样的嘛 是不是 你们 阿咪又给你讲对咯 对咯 炸鸡炸什么口味 炸鸡炸什么口味啊 你们有想 妈咪 真的是有人想要看你煮纳西勒马 大嫂也是写NL 然后 U-Li-Lim也是写NL 想看你煮纳西勒马 我问你们 是不是纳西勒马 要放炸鸡比较好 是不是 还可以配料 没有 我觉得你三八煮我们的 那天买开箱的那个 小小小小小 然后呢 我们再另外做那个炸鸡 你会享受 哈哈哈 这个给料料呦 哈哈哈 妈咪 两妈妈讲哦 现在疫情多吃黄酱很好 印度人中哦 就是印度人没有人中哦 它是因为每天吃黄酱哦 嗯 就比较少 是吼 妈咪叫我们煮黄江峡 我们叫印尼峡 我们的两妈妈跟我们讲那个叫印尼峡了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煮 像那个Jazz跟我们讲的 拿来淹那个鱼 然后我们又可以煮多一道鱼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错 是不是 妈咪 真的有人要看你煮NASI LMA 韩小春也是写NL给你 妈咪讲NASI LMA很多工 妈咪 我们面煮NASI LMA吃 OK 今天是520勒 我们也知道讲 我爱你告白日哦 妈咪 Jazz讲 那死 辣死你吗 是我最最最爱 我天天吃都不怕 Good 讲Good给他 妈咪 你不要等到拜五才煮叻 我们拜五才煮 不要叻 等我回家嘛 明天是Turtstay 不要看Turtstay啊 明天煮 明天煮啦 明天煮拿去冷漫呀嘛 明天三半都煮好了 可以多煮 妈咪 梁妈妈讲哦 她有发视频给你了 煮那个 煮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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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鸡啊 诶 是炸鸡吗 我看一下 很像是那个 啊 印尼侠 印尼侠 我写like like like like啊 Miyuki讲她要看你煮NASI LMA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不错哦 我觉得梁妈妈你很好的一个建议哦 应该要吃多一点黄姜 SB也是黄姜 跟炎鸡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发动呢 大家回去呢 今天看了这个直播过后 记得记得就煮我们的Aya Mera啦 吃多一点黄姜粉哦 所以呢 对你的身体要抗疫情 Jesse讲 他也是要看你煮NASI LMA 韩小春也讲 他要看你煮NASI LMA 辣死你嘛 谢谢梁妈咪呢 刚才呢 特别发我们的视频 给我们的修秀姐 所以呢 大家可以互相切磋厨艺 互相学习呢 天天吃好料 Jesse 这样我们明天煮NASI LMA 要不要 想要看Aunty秀 煮NASI LMA 记得哦 明天呢 找多几个朋友 回来一起煮 然后呢 我跟妈咪讲 明天想吃炸鸡 很久没有吃炸鸡了 妈咪讲 你这样去KFC买 不要啦 妈咪 你很想没有在我们 我们的节目前 炸鸡吃煮给我们吃 我觉得哦 你煮的炸鸡 大家也是喜欢吃 然后我爸爸现在呢 在呢 搬我们的这个 这个 当当当当 我们的这个呢 已经装好了 看到吗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的锅有火了 妈咪 终于有火了 终于有火了 看到吗 我们现在呢 让阿姨秀呢 继续油炸我们的 阿姨美辣 我们的酸甜鸡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阿姨呢 在做什么 妈咪说你拿出那个蛋呢 要煎蛋啊 哦你要煎蛋哈 OKOKOK 喂 阿姨秀要做什么 拿出那个蛋 妈咪你放几粒蛋下去打 我要锡料了 锡料哈 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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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粒啊 4粒锡蛋哈 然后阿姨 5粒哈 锡蛋几粒 5粒 5粒锡蛋这样多啊 这个锡蛋才6块2粒锡蛋 再讲一次 6块2毛锡蛋30粒 很便宜耶 6块2毛30粒 那个锡蛋在我们的 Tesco Auntie今天好介绍哦 我们跟Tesco呢 他讲Tesco的这个呢 很好哦 所以呢 你们想要去买锡蛋的朋友啊 Tesco现在卖6块2 Auntie秀呢 讲他今天去买 他讲很便宜 妈咪 直接讲要要要要 才讲妈咪你今天 明天一定要煮拿西勒曼啊 跑不掉了 我要求炸鸡 我跟你们讲 妈咪哦 我昨天买的那个 海鲜香是不是 有那个 酥东是小小炙的 我跟妈咪讲 那个酥东是小小炙 来炒我们的那个 那个辣椒哦 应该是很好吃 我妈咪呢 而且咯 昨天还自己煮了辣椒酱 前天还昨天 昨天 昨天煮了辣椒酱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吃我们的 Nasi Le Mana 妈咪 梁妈咪讲 期待 羞羞姐煮的美味炸鸡 我们也是很期待 我们还可以吃 哈哈哈 妈咪你的鸡蛋这样快的 可是我不知道 它煮怎么大什么鸡啊 我们明天才想咯 反正我们喜欢看你煮炸鸡 是因为我们有吃嘛 网友也是可以在家里学习 是不是 然后我们现在呢 妈咪今天要煮什么 给大家 刚刚进来的朋友 带你去看一下妈咪炸的这个感觉 当当当当当当 有没有觉得听这个声音很像很疗愈 对不对 给大家听个三秒钟 哇我觉得吼 我发现我很喜欢看妈妈炸东西 那个声音吼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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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很好听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hiu呢 把我们呢 刚刚擦的表面呢 酥脆的这个 这个鸡肉呢 我们等一下就要上锅了 这个是我们最一轮了哈 第三轮了 看到Auntie Shiu 每个都会问哦 到底Auntie Shiu 每天煮几个人的饭菜 为什么呢 每次都觉得Auntie Shiu 有煮不完的菜 因为Auntie Shiu呢 每天要煮15个大人的菜哦 所以呢 在现场的朋友看到啊 不要觉得稀奇 这个是15个人吃的分量 所以呢Auntie Shiu呢 其实一点都没有煮多 只是煮到刚刚好 我们每次都吃到完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hiu呢 炒着我们的蛋啦 哇妈咪你现在哦 很厉害哦 会用单手来翻蛋了 妈咪 这道菜我觉得还是叫新手 不要学仙 我跟你讲 如果叫我翻蛋的话 可能那个蛋给它 就真的是翻蛋了 翻跟斗的翻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hiu呢 很快速的帮我们呢 炒这边看到吗 妈咪 SuchiriAuntie讲便宜哦 便宜啊 便宜啊 SuchiriAuntie讲哦 它那里哦一盒要12块 那个A蛋 这个C蛋 A蛋 你是C蛋offer SuchiriAuntie 那个Desco妈咪讲哦 只有C蛋 ABCD的这个 诶导转 C蛋 C蛋呢offer 6块2 你们可以去买 其实呢我觉得蛋哦 是大小都没有关系啦 最多是 把多一粒下去煮而已嘛 是不是 妈咪讲对不对 这个豆也是这个offer啊 妈咪你买豆多少钱今天 2块9毛 柚啊 柚牌子的哈 妈咪姐没有看你拿那个柚牌子的那个蛋给我们看的 丢下去啦系统 妈咪说呢 他买那个柚的牌子多少钱 那个黄豆 那年久有等过就货了 妈咪那个柚的黄豆买多少钱啊 2块8毛9 2块8毛9 我们的柚牌子的黄豆罐头 是2块8毛9 我好像在帮Tesco打广告这样妈咪 可是呢 Auntie Hsu说呢 有便宜货呢 就要跟大家多多分享 所以呢 我们 你看妈咪哦 他讲2块8毛9 你知道他买多少罐回来吗 他买了6罐回来 是不是觉得妈咪很夸张 其实妈咪一点都不夸张 妈咪讲哦 妈咪讲一餐煮2罐哦 煮3次就没有了 还好他没有买一箱回来 很想 哈哈哈 我跟你讲妈咪跟我一样买东西哦 很喜欢买Toto的 然后一次过搞顶他 哈哈哈 而且今天爸爸陪他 今天他们哦 两夫妻去恩爱恩爱呢 去拍拖 去我们的Desco拍拖 妈咪我觉得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过后 都是去Desco拍拖的 都是去Hypermarket拍拖的 不是吗 不是吗 你想一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要不要去Desco拍拖 应该是不要吗 我觉得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已经把我们香喷喷的黄豆放下锅啦 给大家看一下靠近的镜头哦 登登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 我们的黄豆炒蛋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呢 继续的给它焖煮 再焖煮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啦 然后呢 今天刚才两妈妈呢 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哦 就是呢 我们的黄姜粉呢 可以抗疫哦 所以呢 记得在家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道的Iyan Merah 要学起来 然后呢 因为Iyan Merah里面有放了我们黄姜粉的成分 所以呢 我们一起大家呢 开始吃黄姜粉 抗疫 不是抗疫的疫哦 我们是疫情的疫 你要怕的哦 有人 妈咪 妈咪 那个梁妈妈讲哦 Sentan跟好厨艺的儿子一样 喜欢听炸的声音 哈哈 梁妈妈 可能她儿子跟我差不多年纪我觉得 应该差不多啦 应该差不多 我们这年纪的人哦 主是不会啦 听声音是不错的 90后的 90 妈咪没有90 90 90后的 90后哈 我是90后的 所以呢 可能我们就这样子呢 喜欢哦 听那种呢 在我们的锅里面呢 那种卡滋卡滋的声音是不错的 喜欢吃炸 然后又喜欢吃炸的东西 叻 然后又喜欢吃那些重口味的叻 然后 Nasi Lemma 我也是很喜欢吃 而且Nasi Lemma呢 我最爱就是妈咪煮的那个桑巴 我觉得Nasi Lemma哦 没有餐桑巴吃哦 感觉不像吃Nasi Lemma哦 妈咪哦 妈咪是不是 妈咪现在呢 把我们的黄豆炒蛋 上锅啦 嗆嗆嗆嗆 有没有很漂亮 妈咪呢 每次很有我们的这个叫做 强迫症 一定要弄干净了 然后呢 才会给爸爸上桌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妈咪 20秒熄锅 我们就回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给我们炸好的Aya Mera的颜色 登登登登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 我在旁边我觉得很喜欢这个这个感觉 然后你看它整个感觉是表面啊 是酥脆酥脆的 然后呢 里面呢 我不懂它熟了没有 妈咪讲还不可以吃先 他说等下要加入我们的酱料呢 下去一起炒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e呢 妈咪现在是要煮酱料还是什么 炒菜 炒菜比较快哈 Auntie Sue呢 说她现在要快速炒菜 所以呢 等下我们最后才煮酱料 对不对 妈咪 你是最后煮酱料哈 妈咪 妈咪走掉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 看到了我们的这个 Aya Mera呢 炸到很漂亮 妈咪你要不要直接炸这个酱料咧 妈咪 两妈妈讲不同 她讲她的儿子结婚 生孩子了 已经很大了 这样可能她是80后了 我们还是90后啊 呵呵呵 我跟你讲90后现在都30岁哦 是吗妈咪 90后现在都30哦 如果是刚好90年就30岁哦 妈咪我觉得你可以炒酱料先 那个要煮的 这个要煮的哈 会比较久哈 还是你要先炒酱料 然后可以放旁边慢慢煮吗 是不是 可以省一点时间 我觉得会比较好 妈咪讲还要研究一下 妈咪要研究一下 我们现在呢 是要炒酱料哈 来 几点 妈咪啊 现在呢 已经是6点48分 让我炒 我觉得炒酱料先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尽量把我们的节目呢 放一个小时完成 因为我们刚才吼 我们在等着我们的这个 呃 那个煤气 所以呢 就耽误了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Auntie Su呢 就炒我们的 哎呀 美辣酱料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加入什么 妈咪这是什么 那个 香茅 香茅啊 香茅是什么来的 香茅是什么啊 香茅是什么 香茅不是 人家煮咖喱的 哦 那个 那个我们泰国吃的 那个一根 那个香茅啊 对啦 哦 妈咪说呢 把这个香茅呢 切成碎碎哦 爸爸 爸爸刚才 咚咚咚咚咚 刚才我们 Jazz有听到 Uncle一直 捶东西的声音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听到 它是 咕咕咕咕的声音 就是这个啦 因为Uncle呢 刚才在捶着 我们的香茅 然后呢 看到Auntie的手上 看到他拿着什么 Auntie昨天煮的 这个辣椒酱 派上用场 妈咪 我觉得今天 大家会很懊恼 因为今天 你没有介绍 什么酱料可以煮哦 等下他们那些 要在家煮 Auntie 去那里找辣椒 去买包装 去买什么包装 有什么brand嘛 你们要不要 下次Auntie秀呢 现场教你们煮辣椒 可是可能不是 在六点钟 可能要放提早一些 三点还是四点的 那种时间 所以呢 你们可以在家呢 自己学会煮酱料哦 妈咪 这样子 这样一拱的酱料 我们可以煮多久啊 Nasi lemma 又有很多 Nasi lemma又有很多啊 妈咪讲Nasi lemma 就用完了是不是 够辣吗 够辣吗 我看一下 所以呢 妈咪 今天你没有 特别给我们介绍 用什么牌子的酱料呢 这样我们就要 买这个辣椒的朋友 怎么办 没有这个辣椒的朋友 要去哪里 去买酱料都放下去了 去买酱料啊 有啊 有那个 那个 Ayanmera的酱料 Ayanmera的酱料啊 可以去买 现成的 Ayanmera的酱料啊 OK 所以呢 网友们 如果呢 在家没有 自制的辣椒酱 不用担心呢 可以买 Ayanmera的brand 然后呢 梁妈妈说 高妹是93年的你呢 我是91年的 我属羊 我是羊妹妹 妹妹妹 羊妹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y秀呢 加入了我们辣椒 跟我们的 咦 这是什么叶子 咖喱叶 下去一起爆香 够吗 嗯 应该是不错 我觉得辣椒 可以再加多一点 哈哈哈哈 妈咪哦 她问错了 她问一个喜欢吃辣的 当然是会跟你讲 辣椒放多一点 等下我们家的姐夫 我的姐夫就会吃到 整个身上就冒冒冷汗 冒冒热汗 不是冒冷汗 冒热汗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y呢 在炒着我们的 这个辣椒酱 还有我们的 这个咖喱叶 下去爆香 然后我们就 加入我们的 大葱头 下去呢 继续爆香 哇 很好 妈咪很美咧 这个颜色 有没有觉得 这个颜色很漂亮 很疗愈这样子 然后整个颜色呢 红彤彤的 妈咪我觉得这个 很有那种 妈咪这个很有 我们在外面吃的 那个感觉 妈咪还没有放阿桑 现在在弄这了 妈咪呢 刚才呢 很简单 加入他自制的 辣椒酱 然后呢 加入了我们的 这个咖喱叶 然后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 这个爆香后呢 加入我们的炸好的 炸好的这个鸡肉块 这个黄 这个鸡肉呢 我们刚才呢 就加入了我们的黄姜 然后呢 加入了我们的盐 下去呢 腌制一个小时 然后呢 我们就下油锅炸 炸了过后呢 我们刚才就准备了 我们的酱料 就是我们辣椒酱 还有我们的咖喱叶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大葱 下去爆炒 爆炒后 我们就加入我们刚才已经油炸好的 这个黄姜鸡 下去一起煮一起翻炒啦 然后Auntie秀呢 就加入我们适量的水哦 记得哦 适量的水 然后呢 我们就要盖锅 对不对 妈咪 然后呢 我们适量的水放下去后呢 我们就要盖锅 让它继续门煮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Iyan Mera的颜色 煮到很漂亮哦 有没有看到镜头前呢 我们的这个Iyan Mera呢 红通通的 感觉有点辣 对不对 可是呢 我最喜欢就是吃辣了 如果你真的不能吃辣的朋友 就不要放这么多 不建议呢 如果你本身不会很吃辣的话 不要放这么多 我们的Iyan Mera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 妈咪的辣椒种子拿掉了 妈咪的辣椒种子 自己自制的辣椒的种子呢 已经拿掉了 所以呢 妈咪讲她这个辣椒呢 虽然是很红 可是呢 不会很辣 因为我们把辣椒种子 已经拿掉了 妈咪 我看到呢 我们的 我的妹夫的 爸爸也上来了 妈咪 瑞伦的爸爸也是在线上了 妈咪要跟大家 say hello一下吗 我们有新的网友 跟着上来了 妈咪现在换一下我们的角度哦 然后妈咪 你放过去过后 我就有点难拍耶 给它滚一下 然后呢 我们刚才呢 我们这个黄姜鸡呢 跟大家分享哦 我们就加入了 我们的黄姜 盐下去呢 腌制一个小时 腌制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就下锅油炸一下 让到我们的鸡肉块呢 表面有一个酥脆的感觉 我们就上锅啦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辣椒 我们的大葱 还有我们的咖喱叶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适量的水 还有我们的刚才炸好的黄姜精下去 一起煮 然后呢 我们广东话叫 yak wosok 妈咪叫yak wosok是吗 妈咪 那个 Aya Mera的 福建话叫什么 这个马来人啊 不是福建菜 我妈咪 Aya Mera的这个菜色 在我们的福建话叫什么 妈咪讲 因为这个不是福建菜 所以她不懂叫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帮我们翻锅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焖煮 到我们的这个鸡肉呢 完全吸收我们的辣椒 的酱汁呢 我们就会嗅到很香 喷喷的这个感觉 我现在旁边哦 已经嗅到很香的 这个辣椒的香味哦 一直扑鼻而来 而且呢 咖喱叶呢 放下去哦 浓浓的咖喱叶的味道 也扑鼻而来 所以呢 我觉得喜欢吃辣的朋友 这道菜呢 可以大家动手煮起来啦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要加什么 加盐没有咸 Auntie秀呢 要加一点盐 还没有咸味哦 所以呢 加一点点 Auntie秀的这个辣椒酱呢 是没有辣椒籽的 然后呢 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 真的是纯正的辣椒酱哦 完全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 盐啊 糖啊 全部都没有 就是纯正的辣椒酱 所以呢 我下次呢 让Auntie秀呢 给我们现场示范 怎样在家 炙炙辣椒酱 所以呢 我相信我们的网友们呢 今天看到Auntie秀 煮这个 Auntie秀应该也是很兴奋 尤其是喜欢吃辣的朋友 这道菜呢 在家煮呢 跟你说 非常的下饭 然后我今天呢 是第一次吃妈咪煮的Auntie秀 平时我都是在外面妈妈当吃的 在那种马来的经济餐啊 这些我就吃到Auntie秀了 然后我们现在加入什么 妈咪 Asan 我看一下 Asan长什么样子 为什么Asan这个 这个颜色的 我弄水了嘛 哦 这个种子是哈 种子要放下去煮啊 没有啦 哦种子不要放下去煮 哈哈 妈咪 你把种子放下去煮 我等一下吃到我就吃了一下什么 妈咪有那个鸡满的在 妈咪你有那个 我们的Asan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纸袋嘛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Asan今天用什么牌子 所以呢 我们 看一下 Auntie秀呢 现在哦 她把这个纸袋呢 要从我们的 从我们的垃圾桶找起来 妈咪 Jazz哦 给你咕咕咕 我们的 狗狗也给你们咕咕咕咕了 很漂亮哦 看到吗 我们的Asan 就是找这个样子的 这个牌子就可以了 妈咪呢 只是放适量就好哦 看你个人口味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吃酸的朋友 就放多一点 然后妈咪现在呢 只是大概加了适量而已 所以呢 有点酸味就可以了 所以呢 喜欢吃 这个Asan Mera的朋友呢 在家可以动手煮起来 然后呢 看到我们妈咪呢 刚才呢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辣椒酱啊 有没有 它的辣椒 这支辣椒酱啊 还有我们的咖喱叶 还有我们大葱爆香过后 我们加入我们炸好的黄姜鸡 炸好过后呢 我们继续蒙煮的 加入我们的适量的水 继续蒙煮 蒙煮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盐味 增下去调味还有糖 然后呢 当然最后 当然不要忘了 放了我们的Asan下去一起煮 然后呢 希望呢 在我们线上的朋友哦 今天看到Aunty煮 这个Asan Mera 哦 让你心动起来呢 在家煮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线上的朋友哦 真的很喜欢吃 这个盗菜的朋友 记得给Aunty一个 咕咕咕咕咕咕咕 记得呢 把Aunty赖了再分享哦 所以我们更多朋友呢 在家开始动手 轻轻松松煮起来 每一道我们加油呢 给我们的家人们吃 然后今天呢 是520 5月20号 希望呢祝大家 跟你的情人说一声 I love you 我爱你 妈咪 杰斯跟你讲 红道好漂亮 很吸引人啊 是啦 我也是觉得 在旁边嗅到很香的 这个辣椒的味道 真的非常的香 而且呢 它香气扑鼻的来 不用紧 而且呢 那个咖喱的味道 咖喱叶的味道也是很香 而且呢 我觉得这道菜呢 如果真的是很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在家开始动手煮 当然 杰斯 等你的孩子回来的时候 你就有很多好吃的料理可以煮了 杰斯讲还想吃Auntie呢 那天煮的阿萨米油 也可以煮给他的孩子吃 然后又多了一个阿样美辣了 杰斯 你很多bucket list了 我们叫bucket list 就是很多那个口袋里面 有很多那个法宝 可以呢 每一天煮不一样的菜色 给孩子们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在红彤彤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呢 继续给他们煮 登登登登登 Auntie秀呢 现在再吃调味一下 看到吗 妈咪 它的腌浮上来很香 我这酥到辣辣哦 然后有点酸酸哦 然后有点咖喱液的那个香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很适合我 做得很香 妈咪 云翔小春也给你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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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加一点糖 然后下去 然后加糖呢 我们下去调味有点酸 酸甜酸甜的味道 然后有点辣酸甜的味道 我三个口感 三个层次的那个感觉 会在你的味蕾里面缠绕 所以呢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又喜欢呢 吃我们的这个 Aya Merah 就是呢 有点辣辣的感觉 然后呢 又喜欢有点甜甜的感觉 酸酸的感觉的朋友 对不对 想要一时满足你三个味蕾 辣 甜 酸的话呢 可以在家动手煮这道菜 Aya Merah Berdas 对吗 嗯 对 妈咪讲我终于讲对了 叫Aya Merah Berdas 真的是 Berdas Berdas 哈哈哈 然后呢 哈小春给他给你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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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Jazz也给你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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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希望大家呢 在家煮了过后 对不对 记得呢 要take我们的 修修姐啦 我们的Auntie修 所以呢 妈咪什么 你要吃啊 不要 妈咪你try就好 看这边 好吃吗 好吃吗 天哪天有蘑菇 是啊 我跟你讲 Jazz应该很喜欢 那个Assam鱼呢 我觉得 跟蘑菇 松一样 是哦 很很 我觉得啊 那个Assam鱼呢 是Jazz的最爱也是 他讲 因为他家里不够人数 所以还没有煮 还OK吗 嗯 应该是OK 放什么 放糖哈 Auntie修呢 要确保哦 我们是等下又辣辣 甜甜 然后呢 酸酸 所以呢 加多一点点糖 怕我们等下吃太辣了 我跟你说 我们是超爱吃辣的 所以呢 妈咪呢 本身也很会吃辣 只是她讲 我年纪大了 不要吃那么多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 下去翻炒 再翻炒啦 当当当当当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感觉哦 整个Aya Mera的感觉哦 Aya Mera Bersa的感觉哦 不是 Aya Mera Bersa的感觉 妈咪我跟你讲 妈咪后 我真的是不厉害耶 我一直念 这话念错字了 然后哦 把我们的网友呢 在听的朋友呢 带偏了 因为Auntie修煮别的道菜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 Aya Mera Bersa 大功告成 喜欢煮这道菜的朋友 有辣的 有甜的 有酸的 这道菜呢 会满足你的味蕾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修呢 把我们的这个Aya Mera 煮好过后 Auntie修就要快速的炒菜 因为我们全部呢 已经肚子饿了 在这边哦 等着Auntie修把菜煮好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把我们的镜头拉好一下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给Auntie修 快速的炒菜 如果呢 还没有看过Auntie修呢 怎样简单的 SOP教大家炒的话 没有关系 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现场前呢 Auntie修呢 就快速 快快 然后呢 以最快的速度呢 在我们10分钟内炒我们的两道菜 然后呢 看到吗 Auntie修呢 就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然后呢 看到我一旁已经准备好的青龙菜 然后呢 我们就下去爆炒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要把我的这个相机呢 固定好一下 不然的话呢 你们等一下会投晕哦 我把它固定好呢 你们就可以 在一个很舒服的姿势呢 看到Auntie修炒菜 因为觉得Auntie修炒菜 非常疗愈 而且呢 又快 又准 而且呢 简单的SOP呢 让我们的新手们呢 在家也可以简简单单 准备炒起来 然后我现在呢 帮Auntie修打好灯一下 当当当当当 Auntie呢 看到吗 我打灯也是一流的 我的打灯技术也是很好的 因为被Auntie又要圈 然后我现在呢 把这个灯呢 瞧一下 看好啊这边 好了 我们的灯 灯光打灯的感觉 很不错 强强强强强强 我们继续的让Auntie修呢 快速的炒好我们的两道 最后两道菜呢 我们今天煮了什么 妈咪 我们今天煮了我们的 金瓜 然后呢 煮了我们的 黄豆炒蛋 然后呢 煮了我们的 然后呢 最后我们炒好我们的两道菜 我们就 道工告成了 妈咪说呢 明天我们就煮我们的 然后很多小朋友 我们的网友们呢 一直刚才写 NASILAMA就写NLNL哦 NL是我们的 NASILAMA的代号哦 所以呢明天呢 我们就准时 跟大家煮NASILAMA 妈咪也不用烦了 明天要煮什么 咪哈终于懂 不要去想啊 妈咪是不是 直接帮你想好 明天要煮什么 然后呢 网友也是很喜欢吃看我们的 那辣死你吗 妈咪 明天我就叫妈咪 try 一下 有没有辣死你吗 然后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青龙菜 炒好了 然后我们下一道菜呢 就炒我们的油麦 妈咪的油麦呢 在这边 登登 看到吗 爸爸洗的菜色很漂亮 是不是 我发现爸爸很厉害耶 洗的菜色呢 而且很干净 而且呢拔到很漂亮 爸爸呢 是妈咪的最佳助手 看一下 弄干净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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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锅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给大家看一下 我爸爸的刀工一流哦 那个蒜米也是切到很漂亮 看到吗 所以呢 我的妈咪呢 如果呢 爸爸呢 也可以在家切到这样漂亮哦 相信新手妈妈们啊 尤其是新手们呢 在家也可以切到这样漂亮 而且呢 我觉得啊 像我这样子的新手呢 看了妈妈煮了60多天哦 基本的炒菜也是会了 所以呢 我觉得 跟着Auntie的SOP呢 也可以简简单单 在家动手煮起来 妈咪 Jace给你 Nasi Lemma 赞赞赞赞赞赞 辣死你妈 每个人很想念妈咪煮Nasi Lemma 所以呢 我们明天就煮我们的 辣死你妈 妈咪呢 应该会觉得 明天就要给妈咪 现场示范哦 它的辣死你妈 到底辣不辣 然后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Ayan Merah Apple Dust呢 就已经放在我们上锅了 妈咪呢 看到吗 刚才呢 我们刚才熄火 给它盖锅 然后给它焖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起锅了 然后爸爸呢 现在帮妈咪 掌控他的这个铲子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了我们的蒜米 蒜米粒 然后 蒜米碎 然后呢 我们就加下去呢 爆香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 我们的油麦 所以呢 在现场的朋友啊 如果你本身呢 很少在家炒菜的话呢 没有关系 可以看这Aunty秀的人气直播 美味秀 现场开始学 然后呢 之前还有网友给我们提到哦 Aunty秀呢 炒菜很像很容易 对不对 对啦 什么是炒菜非常容易 就是呢 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油麦下去呢 爆炒一个一分钟 一分钟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味噌 还有加入我们的盐 记得哦 放少许就好 放适量就好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爆炒再爆炒啦 炒到呢 它全熟 我们就大功告成 然后喜欢呢 看到Aunty秀呢 煮饭是觉得 这声音很疗愈 给大家拼一下 咪咪这个菜 爆爆爆的声音 真的很好听耶 我们大家来 静静听三秒钟 我觉得我下次可以买一个receiver 转转收这个煮菜的声音 然后给网友猜 这道菜炒的时候是什么菜 妈咪猜得出吗 应该猜得出也 我觉得 啪啪啪啪 嚓嚓嚓是不是 差不多一样 你们觉得哦 如果把那个煮菜的声音录起来哦 播给你们听的话啦 你们猜得到这道菜是煮什么吗 如果只是听声音的话 妈咪你自己猜得到吗 妈咪猜不到 妈咪讲哦 她的女儿很无聊 每次叫她猜有的没的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有时我听到妈咪炒菜的时候 我觉得很疗愈 然后呢 你在后面呢 就算你不煮啊 在旁边听哦 我都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 给大家再听一下 是不是觉得很疗愈叻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上盘了 今天呢 我们的哎呀 没辣不达成功 然后呢 最后我们两道菜呢 也在我们的十分钟内呢 准时炒好了 是不是觉得 Auntie秀呢 炒菜越来越快 而且呢 越来越快很准 所以呢 新手们呢 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呢 在家 希望你呢 再给我们多一点建议呢 知道Auntie秀到底要煮什么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可以互相切磋厨艺 互相学习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 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这个蚝油放下去勾芡 然后呢 喜欢吃我们的蚝油的朋友啊 可以把我们剩下的这个油麦的酱汁呢 然后勾芡过后淋在我们的油麦上面 耶 这样子呢 你的菜色会叶香 而且呢 会吃完你 而且会吃到很浓的这个油麦的味道 香气十足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让我们的这个勾芡好呢 我们就淋在我们的油麦上面了 当当当当当 很快 是不是 觉得Auntie秀炒菜很快的朋友 现在呢 Auntie秀已经炒了完毕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在我们节目的尾声 为大家做他的招牌动作啦 不用拿上来啦 不用啦 不用拿上来 OK OK 登登 你要拿上来哈 拿上来 给Auntie秀呢 一点时间哦 Auntie讲哦 他要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Auntie秀呢 有强迫症 他每次呢 一定要把东西摆到美美呢 然后才拍给我们的网友们看 妈咪 这讲哦 虽然看到吃不到 可是很有满足感耶 妈咪 我觉得网友呢 现在已经开始呢 把你的节目当成一个新疗愈的节目 就算聊天的节目 而且呢 吃不到呢 不用紧 我们还可以在家呢 在我们的直播前呢 慢慢的欣赏Auntie秀呢 煮每一道的好吃的料理给大家看 然后同时间呢 希望大家呢 看到Auntie秀的美味秀哦 也可以呢 让你很心动的 想煮每一道好吃的料理给家人们吃 这个呢 也是Auntie秀一开始做直播 想跟大家分享 到底呢 我们在妈妈们呢 在家也可以煮到每一道哦 你在家也可以自己是厨娘 在家呢 也可以自己是厨神 所以呢 妈妈们加油 还有我们的新生们也加油 大家呢 在家也可以煮到每一道美味的料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很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鸡肉呢 摆盘了 看到吗 我要帮他收一下 不然等一下我不小心呢 拉到妈咪的这些酱料就惨了 我就要重新再在拜保妈咪市厨房了 有没有觉得Auntie秀的这个 Ayan Mera Pedas很漂亮 Auntie秀呢 还有要求哦 要摆到美美才可以跟大家说 拜拜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把我们的这个Ayan Mera的颜色呢 煮到很漂亮哦 红通通 感觉是辣辣的 可是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不会辣 不会辣 会辣吗妈咪 不会 不会辣哦 有点炒种子啊 同时妈咪讲呢 他在炒这个辣椒的时候呢 他有把种子拿掉哦 所以呢 等下我们吃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辣椒的香气 辣椒的原味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把我们的这个Ayan Mera Pedas呢 弄到漂亮亮亮 给Auntie秀看哈 好了 好了 有没有很开心建筑Ayan Mera Pedas 好像很香 好像很香 哈哈哈 然后我们在节目呢 让Auntie秀跟我们说 拜拜做他的招牌动作 拜拜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ae 拜拜 是这个 好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